创业协讯会再度爆发新移民礼品包 帮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社区 今年他们准备了3000份礼品包 新移民家庭可以免费领取 根据统计数据 去年安省接待了11万7千个新移民 创业协讯会在去年开始 推出新移民礼品包活动 当中包括了安居、交通、学习、工作和创业的资讯 还有聪明消费者月曆 协讯会在今年准备了3000份礼品包 分别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社区中心派发 查询详情可以参考荧光幕上的资料